五千平師傅 你好 你好 溫步 這麼快又來到2020年 是的 真的很快 我們今年熟兔的朋友的運程又如何 十二生肖裏面其中最強桃花的 就是熟兔的生肖朋友 桃花非常旺 所以多些做對人的事好些 或者做些桃花性的事更好 那他們事業那方面呢? 事業就是桃花 什麼叫桃花呢? 譬如演藝的行業 或者經常做公關對人的行業 以及設計有關的品靈的行業 今年都優勝一點 那他們裁員方面呢? 裁員呢 今年就要看看他是不是做這個設計 和桃花性行業有關 其實桃的人今年還有一個特性 他都叫做犯太歲一種叫形太歲 所以剛才說事業方面呢 如果他做個行業 譬如做法律行業 和處理問題行業都有幫助 所以如果做這幾類行業 桃花性或者是法律性行業 賺錢會多些 那他們感情那方面呢? 感情今年桃花這麼旺 小心點 那健康那方面呢? 健康方面一般都挺好 但是多些要注意腰腎的行業 有毛病 所以腰和腎 多些打太劍 玩瑜伽 做腰部運動 對這個熟兔子的人 都會有幫助 好啊 麻煩你 好 恭喜發財 身體健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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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神祥 神祥 那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